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华尔街争议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探讨着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共高层再度信心喊话,宣布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 然而,尽管中共表现出强烈的改革意图 分析人士却指出这些改革宣言与现实之间充满了矛盾 中共强调的安全至上发展方向是否会对经济优先的目标产生冲击 我们会详细分析会议的各项内容 包括经济、社会、科技领域的改革措施 以及城市自主权的赋予和住房限购政策的调整等热点一提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特稿《中国改革宣言与现实的矛盾曝光》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 随即在7月19日召开了一场备受关注的新闻发布会 宣布了超过300项的 重要改革举措 虽然中共高层信心满满声称将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但许多分析人士仍然质疑这个改革宣言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美国之音中文网指出 三中全会公报再次透露出 中国正在向安全质上的方向转变 而非经济优先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在新闻发布会上 中共高层详细列举了 涵盖经济、社会和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具体改革措施 旨在应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局势 然而 官方宣言与现实的差距却令许多人感到忧心 首先 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已经成为主要挑战 近年来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 内部结构性问题也日益显现 尽管中共提出了许多改革举措 但实际效果如何仍需时间检验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中共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力度和效果 可能不如预期 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的背景下 改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 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在不断积累 这是中共需要解决的另一大难题 随着经济发展 社会分配不公 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 日益突出 为此 中共在三中全会中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 试图缓解这些矛盾 然而 实际操作中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确保改革措施真正落地 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尤其是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内部的利益纠纷和社会不满情绪 可能进一步加剧 给改革带来越来越多的阻力 科技领域的竞争 同样日趋激烈 成为中共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三中全会强调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提出了一系列支持科技发展的政策 然而 面对国际科技竞争的压力 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仍存在短板 如何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是中共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许多专家指出 单靠政策支持 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需要更大的资金投入 和更加开放的科技环境 新华社21日下午发布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习近平指出 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 与风险挑战并存 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 各种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在此背景下 习近平强调推进中国是现代化 是一项全新的事业 前进道路上 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 特别是在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 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 全球性问题加剧 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 中国的发展 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 与风险挑战并存 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 各种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习近平透露 文件起草组 在去年11月就成立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担任副组长 经过多次会议审议和修改 最终形成了提请这次三中全会审议的决定稿 决定稿锚定203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 涵盖经济 社会 科技等多个领域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决定稿强调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摆在突出位置 习近平指出要注重全面改革 包括民主和法治领域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 社会保障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安全被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提出构建联动高效的国家安全 防护体系 推动国家安全科技赋能 习近平还强调 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必须解决干部乱作为 不作为 不敢为 不善为的问题 健全反腐机制 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 有效办法 在房地产市场调控方面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 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赋予各城市政府房市调控自主权 因城失策 允许有关城市取消或调检 住房限购政策 中央社报道 这份文件标志着 中国在房地产市场调控方面 迈出了重要一步 文件强调 各城市政府将被赋予更多的自主权 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制定和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根据 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结构和市场需求 灵活调整住房的限购政策 以解决当前房地产市场 存在的区域性差异问题 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例如 在一些房价过高 供需矛盾突出的城市 地方政府可以继续实施 严格的限购政策 以抑制投机行为 稳定房价 而在一些房价相对较低 市场需求不足的城市 地方政府则可以适当放宽限购政策 刺激市场需求 促进房地产市场的活跃 文件还提出要加快构建 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 推动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 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 满足不同群体的住房需求 这意味着 未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将更加多元化 既有商品房市场 也有租赁市场 和保障性住房市场 经济日报 也对三中全会文件 进行了详细报道 这份决定涵盖了15个方面 共60条具体措施 旨在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文件对低空经济和自主产业链的重视 决定提出要加快低空空域管理改革 推动低空经济发展 这将为无人机 通用航空等产业 带来新的机遇 促进相关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自主产业链方面 决定强调要加快建设 自主可控的产业链 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习近平的说明中指出 改革的核心是坚持和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他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推动科技资历自强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习近平还指出 要深化民生领域的改革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他特别提到 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推动绿色发展 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习近平在说明中还强调 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 要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增强文化自信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最后习近平号召全党同志 要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以更加坚定的信心 更加有力的措施 更加扎实的作风 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不断取得新成效 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 总的来说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 试图应对当前的复杂局势 然而实际效果如何 仍需时间检验 中共在经济 社会 科技等领域 面临诸多挑战 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确保改革措施落地 是中共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通过这次全会 习近平及其领导团队 明确展示了 他们的决心和信心 但能否克服种种困难 实现预期目标 仍然是一个 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说起这次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通过了三百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你们知道 这可是堪比孙悟空 一个跟头翻到了十万八千里 试图解决经济 社会和科技等多个领域的问题 中共看起来是下定了决心 要干出点名堂啊 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 终于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听起来像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二次变革 刺激了不少人的心脏啊 哎呀 楚天书 你可真是乐观的跟灌了白酒似的 别忘了 黑天鹅和灰犀牛可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就像唐僧总是被妖怪抓 咱们中国的改革也总是被各种内部外部因素阻挠 你说的经济体制改革 看起来倒像是给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 想干啥都得先念紧箍咒 再说 这些改革举措真能落实吗 三中全会提出的安全至上 恐怕经济优先只能靠边站了 哎呦 谢其气 别总是泼冷水 我承认 中共的宣传口径与现实情况有些脱节 就像是曹操说 宁可我负天下人 莫叫天下人负我一样 咱们得看他怎么做 再说了 赋予城市更多的自主权取消住房限购 这可是解决房地产市场的良方啊 地方政府因地质疑 灵活调整政策 听起来就像是给了各地一支定海神针 让他们自己去平息房地产市场的波涛汹涌 楚天书我可不是乌鸦嘴 这都是实事求是 你看那些提出的社会改革措施 啥教育医疗养老的 要知道 以前的大跃进可是个血淋淋的教训呢 政策落地还得靠铁杀掌 你说的房市调控自主权 地方政府还不趁着这个机会 大发房地产横财 当心最后变成了猴子捞月 啥都捞不着 再说这些改革措施 听起来像是唐三藏的紧箍咒 反而让市场更难以运作 谢琪琪 你这话可够尖酸刻薄的 不过 我倒觉得这次改革措施 是三国演义中的龙中队 未雨绸缪 低空经济和自主产业链的发展 看起来像是给了中国经济一对翅膀 要飞得更高更远 低空经济 你想想 无人机通用航空 这可是未来的朝阳产业 自主产业链则 是为了不再被卡脖子 咱们可不能指望老外给我们解决问题 楚天说 你这倒是挺会给中共的改革措施 找亮点的 不过 你这龙中队 恐怕成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吧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老外一记关羽的青龙掩月刀 就能让你断了产业链 再说低空经济 听起来不错 但真有那么简单吗 就像是孙悟空想翻个跟头 却发现被压在了五指山下 技术创新要资金 要人才 要制度保障 哪一样是轻松的 咱们还是别太乐观了 现实可不像电视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